大家好我是露瑶 准备300克面粉 加入3克盐增加筋性 用冷水来后面 搅拌成这样子的棉细状 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 洗面半个小时 五花肉切片 把洗干净的白菜叶子切块 再准备一根火火锅 把它切成 洗好的面团 再拿出来油搓几下 把它分成两半 再用擀面杖把它擀薄擀圆 把它叠起来切成小条 在上面撒点干面粉 再把它抖开 炒锅用油加五花肉煸香 五花肉煸至焦糖 加蒜面胡萝卜 翻炒片刻 胡萝卜炒至微软 加入白菜 继续翻炒 一分钟 加入少许盐 生抽 蚝油 炒匀 再一次开水 水量稍微多一点 舀出一碗汤汁 没准备用 把面条放进来 稍微拌一下 盖上盖子 小火焖三分钟 把现在的汤汁倒进来 翻拌几下 继续小火焖三分钟 改大火收汁 一道简单预养的白菜焖面就是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餐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餐 快 rotate 转向你 一路 老婆 快 快 快